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前两天江苏南通警方通报了一个外汇资金盘骗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那么其实今年不只是江苏 从上半年开始到现在 上海、湖北、四川至少四个省市的警方 接入了这个骗局 给大家做了多次的警示 这一家资金盘公司叫做DRCFX 是不是听都没听过 告诉大家这就是海汇国际 就是那家被我们阿萨社区多次揭露过的大骗子资金盘 一类的大毒瘤 有些朋友可以去老地方 把我们揭露外汇行业的各种骗局的系列视频 找出来看一下 那么包括像TR外汇 像PTFX外汇 包括今天被多省警方通报的海汇国际 那么这些影响极其恶劣 造成损失极大的骗局 我们都有过深度的剖析和风险预警 那么其实所有的骗局套路是一样的 都是瞄准人的贪欲 先给你点甜头 把你引诱进来 然后用巨大的利益诱惑 让你加投入 让你拉着亲人朋友一起投 我们今天总结过 像这种传销式的拉人头的模式 就是一个骗子官用套路 此外他们还会保证跟你说稳赚不赔 会给你展示过往交割单 甚至会用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 什么A仓B仓 来向你证明他们真的可以稳赚不赔 还有他们会频繁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来吸引你加大投入 同时又会在你需要提取稳金的时候 设置各种障碍 像这次跑路到境外的海贵国际 还玩出了新花样 他们知道老套路骗不了人了 不行了 开始玩反套路 比如说先是提高资金门槛 后来又说不再接受信任用户注册 让大家感觉 他们好像不缺客户不缺钱 但是呢其实怎么样结果就是没几天把门槛站下来 接着网上陆续出现各种取货款的爆料 那么有人从10月申请提现出金 两三个月了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你知道这张片子有什么借口吗 他们说是这么说的 由于新冠疫情的形势严峻 给平台服务器的维护造成了困难 等等一大堆巴拉巴拉的 总之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呢 你抓不到我 如果这一步我们下去了 换个牌子换个名字又可以 为货一方朋友们 所以还是忍不住要说 就是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了 所以一些最基本的防骗技能 大家还是要掌握的 别的不说 遇事不决 你先上网搜一下 最起码的 对不对 选择外平台的时候 区块卫天眼 他会要离这些网站去搜一搜 看一看 看下在监管资质 最起码的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不知道 怎么去分别平台的时候呢 不知道怎么去识别骗子操作的时候 来把我们阿萨社区 往期的视频找出来 翻一翻 看一看 是不是最起码的 当然 看完之后 需要东西了 那么希望大家点个赞 评个论 这是最起码的 对不对 好吧 好了 那么先跟大家耍评嘴了 本期视频呢 就是到这里 金融圈呢 其实是个天天跟钱打掉的行业 所以呢 注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坑跟诱惑 后面的话题呢 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去讲 好吧 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双眼 赚一分钱就能落单一分 好吧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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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